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而埋藏着无数金银珠宝的青东陵 就被盗贼惦记上了 不到30年的时间里遭受过三次大的洗劫 但是在五座地陵之中 只有顺治皇帝的孝陵幸免于难 您要是以为这个孝陵防盗工作做得好就错了 民间有个传说 说盗墓贼压根就没打过孝陵的主意 顺治孝陵如何躲过贼惦记 作为主灵 顺治皇帝的孝陵 占据着整座青东陵最核心的位置 当盗墓贼抱着无坚不摧的决心 用火枪大炮打开一座座地陵的时候 孝陵却保存下了全长六千多米 堪称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神道和建筑 那孝陵为什么躲过了贼惦记呢 相传顺治皇帝的真爱董厄飞死后 当时悲痛欲绝的顺治皇帝出家当了和尚 一去不复返 后来大臣们就把他曾经穿过的一双鞋 和用过的一把扇子葬入了地宫 而其他一无所有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查答案你说 顺治皇帝确实当时把头发是剃掉了 剃掉了头发 他要到这个大和尚杨西森给剃头发 孝庄也劝不了啊 最后孝庄就想了一个办法 师父玉林秀紧急北上 从杭州从南方北上干什么呢 阻止他的弟子为顺治皇帝剃肚 但是他来的时候已经剃下了 把头发剃掉了 说如果说顺治要出家的话 他的师父就要把玉林秀活活烧死 所以被迫之下又还俗 这个说法虽然白纸黑字地 记录在了轻功档案里 但也有皇家掩盖丑闻的嫌疑 不过孝陵的空坟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但却与董厄非无关 空坟之说的第一个源头 来自孝陵神道上的一座建筑 当年顺治皇帝让他给盗墓贼 烧了一句话 黄考一命 山陵不从事 不藏金玉宝器 那么这句话 其实是他的儿子康熙皇帝 在为他的父皇顺治皇帝 做碑文的时候 他的几行说的一些话 刻在了大碑楼的碑身之上 这句话就被刻在了孝陵石排放北边的大碑楼里 大碑楼不对外开放 我们只能通过镜头见证一下的 这座石碑也叫做神功圣德碑 是皇帝死后由下一任皇帝 按照先皇的遗愿 进行建造 并找人克制的 这上面的文字 记录了顺治一生的丰功伟绩 其中就包括这句 黄考一命 山陵不从事 不藏任何金玉宝器 康熙皇帝这是在说 我爸爸有遗嘱 孝陵不大兴土木 不随葬金银珠宝 盗墓贼就想他说 这个山陵不从事 不藏金玉宝器 说帝宫里面没有什么宝贝 我盗他干什么呀 那么多其他陵墓里面全有宝贝 比如慈禧灵 比如千龙皇帝帝宫里面 九龙宝剑 那么多好宝贝 不去盗他 盗他干什么呀 所以不值得 就没有去盗 但是盗墓贼 肯定也知道这么一句话 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他们真的会因为石碑上 此地无银的一句话 就放弃盗铃吗 其实让他们止步孝陵的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顺治皇帝 那个时期的丧葬制度 还延续一个叫做火化制度 顺治皇帝 康熙的生母 孝康 张皇后 还有他的宠妃 董娥妃 他们的尸体全部是火化的 满族是个游牧民族 死者的遗体不方便携带 也没有固定的地点安葬 所以衍生出了火化的丧葬习俗 顺治福林 作为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 还沿袭着这个祖宗的习俗 据史料记载 景山公园后身 过去就是清朝皇家的火葬场 顺治皇帝和他的皇后 以及董厄妃 都是在这火化的 当时顺治皇帝的大棺材 里面有满满一棺珍宝 在景山 这个水都到场 旁边有这些和尚们 有道士们都到场 然后把这个棺材架到了大木柴之上 点火烧掉 把这个尸体连动珍宝 据说当时烧的时候 放射出五彩光芒 因为是珍宝嘛 然后又有珍珠 劈劈劈勃勃的那种爆珠的声音 在烈火中燃烧 顺治皇帝和他两位后妃 他们的尸骨 连同珍宝 全部被火化掉之后 化为了三坛骨灰 事实上顺治孝陵 究竟是不是一座空坟 至今没有人能够确定 但不管是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 还是粉饰太平的皇家档案 只要能让顺治孝陵毫发无伤的保存至今 即便是假的 也算是善意的谎言了 昭西陵为何连锅端来慈宁宫 康熙26年公元1687年的1月27号 紫金城慈宁宫的五间东殿被强制拆除 随后所有建材全数被搬走 搬到了青东陵里的昭西陵 建造了一座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大殿 名为赞安凤殿 如果你是头一次到青东陵参观 可能很容易就错过这里 因为它并不在青东陵的圈里 只有顺着青东陵的外围墙走 才有可能碰上 荒凉的景象可能会让很多游客 没了参观的兴致 院里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残垣断壁 当年专门建造在此的五间大殿 也只剩下了这个台积的一只了 唯有顶着黄色琉璃瓦的方城名楼 照示着这儿的墓主人身份不一般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按照清朝皇陵的规制 家眷陵寝的名字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直接命名法 比如康熙景陵 东边就是它的景陵飞元寝 另一种是方位命名法 向顺治的孝陵 飞元寝位于东边 则被命名为孝东陵 咸丰皇帝的定陵 西边安葬慈安的叫定西陵 东边安葬慈禧的叫定东陵 那么问题出现了 清东陵的五座皇陵里 压根就没有昭陵 又何来这么一座昭西陵呢 那么按照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的夫妻合葬 这样一种习俗 他就应该到关外 东北沈阳招陵 与丈夫黄太奇 合葬同一地步之中 但是孝庄在康熙26年 病危之际 把自己孙子康熙叫到床前 让玄业大吃一惊 这个孝庄说了 说我死之后 可千万不要把我运到东北去 与你爷爷黄太奇合葬 康熙皇帝玄业的奶奶 就是孝庄皇太后 她为什么不肯和东北的 皇太奇合葬呢 太后下嫁 这个孝庄和多尔滚之间 有其时而无其名 孝庄就不可能再到东北去 和丈夫皇太奇地下相见 孝庄和多尔滚的暧昧关系 是罕见的 被正史认可的一段绯闻 相比顺治出家的真真假假 太后和皇叔的危机公关 果然做得不够到位 但孝庄还是在弥留之际 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她把康熙皇帝叫到床前 说出了一个 葬在北京远离皇太奇的借口 说我死之后啊 千万不要把我运到东北去 与你爷爷皇太奇和大 她刚才说为什么呀 说我留恋你和你的父亲 顺治皇帝 说死后啊 务必在孝陵附近 择机安错 找一个好地方 把我葬了 切记切记 然后说完就去世了 显为人知的是 康熙却纠结了三十几年 迟迟没有给孝庄建造陵秦 而是把孝庄在紫金城里 居住的慈宁宫 搬到了青东陵 作为暂时停放官果之地 这又是为什么呢 康熙很纠结呀 你想 这种做法 它不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 夫妻和大这样一种习俗啊 如果他不去 后人一定会想起一件事情来 那就是太后下架 太后跟了小处子堕尔滚 那么这件事情 不等于昭然若接吗 祖母是我最尊敬的奶奶了 这种东西我不忍心做 因为他无法进入到 风水围墙之中 老皇帝死了 葬在这个风水的宝地 最中间位置上 那么儿子在两边 那自己的母亲 孝庄在哪儿放着呀 不合适啊 哪儿都没有位置 所以只好在风水围墙的外面 找了一块地方 一坐就坐了37年 直到公元1722年 康熙皇帝去世 这个老大男的问题 还是没能解决 孝庄皇太后 一直躺在赞安殿里 最后是雍正皇帝 上任的第三年 公元1725年 借皇太极和孝庄结婚 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孝庄文皇后 赞安以来 国泰明安 国家昌盛 这才在赞安殿的基础上 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建造完成了昭西陵 取自东北老家 皇太极陵寝 昭陵之息的义字 那一年的十二月初时 孝庄正式入葬 孝东陵 生死分居的地后 在孝陵的飞原寝里 住着顺治朝的一位皇后 七位妃子 四位福晋 十七位格格 中间这座 顶着黄琉璃瓦的主陵 就是孝陵的唯一一座 皇后陵 但葬在里边的皇后 却不是顺治皇帝的唯一 孝庄把自己的亲侄女 就是自己哥哥 吴克善的女儿 嫁给了自己的儿子 做中公皇后 两个人之间夫妻失和 所以一直也没有同房 那么到过了两年之后 就把她废除 废掉了 您或许会把顺治夫妻不和的原因 归咎在董厄妃身上 但其实顺治第一次废后的时候 董厄妃还没进宫呢 那问题出在哪了呢 顺治皇帝小的时候 在六岁就失去了父爱 那么自己在她的母亲的极力的运动之下 做了皇帝 但是大权操纵在叔父 多尔滚的手里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母亲和多尔滚之间关系又不正常 这种关系 那么自己又很少和母亲见面 因为多尔滚不让了 既没有父爱 又没有母爱 又遭到生命的威胁 使她心里面产生了逆反心理和叛逆心理 就已经形成了裂痕 单亲家庭长大的顺治 用离婚来赢得母亲的关注 而当母亲的孝庄 则用包办婚姻来表达自个儿的母爱 俩人都用错误的方式 表达着正确的感情 如今孝东陵里安葬的是 顺治皇帝的第二任妻子 她是废后的侄女 论辈份 她应该管顺治叫叔叔 然而这段罗利家大叔的婚姻 也不算美满 她被废掉之后 又安排了自己的侄孙女 过几年顺治皇帝还想把她废掉 这时候董厄妃已经进宫 急于转正当皇后 但是顺治皇帝赵方抓药的 第二次离婚计划却流产了 眼前的这座皇后陵告诉我们 第二任皇后把名分保留到了最后 然而也仅仅是名分而已 电视剧《甄嬛传》里 皇帝对皇后发落的那句 死生不得相见 在历史上真的存在 在工作上顺治皇帝剥夺了皇后 掌管六宫的签字权 在生活上 夫妻俩从此不再相见 直到顺治去世康熙登基 这位有名无实的皇后 才被尊为太后 最终以77岁的高龄 入葬顺治孝陵的皇后陵 说起真妃 您或许会联想到清末光绪皇帝的种妃 被慈禧太后投请赐死的那一位 其实在顺治皇帝众多的嫔妃当中 也有一位真妃 巧合的是 同样属于一死成名型的 不过这二位死后的待遇 那是天壤之别 这个就是顺治皇帝的后妃的陵墓 顺治皇帝的中宫皇后 孝慧张皇后在这个宝顶下面 这里面埋葬的是顺治皇帝的一个妃子 它的封号叫做真妃 孝东陵里的人口并不少 除了中间的孝慧张皇后 这还埋葬着嫔妃 格格 福晋等28口人 但是看上去要比咱们以往探访的清朝 其他皇帝非元秦敞亮很多 有意思的是 这儿并不是按照身份地位的高低 从南往北横排排列 而是按照东北老家的祖坟建造的 讲究的是主灵在中间 其他妃嫔的宝顶在两边 成正梯形对称排列 那您知道这里边除了中间的 孝慧张皇后的主灵 谁的位分最高吗 正是从西边属最里边 这树行的第一个真妃的宝顶 那么真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能够享受这个席位呢 顺治皇帝没有注意到他 皇帝极少关注 或者根本就看不到 他们是陪着主子们 在这个配殿里面生活的 档案之中没有他的名字 都不入流 唯唯唯唯唯生过了十几年 河河孝庄啊 扶着棺材出殡 封为真妃 真妃名叫董厄氏 却不是咱们熟悉的董厄妃 她是董厄妃的远房亲戚 但是却一点都没沾着董厄妃的光 顺治皇帝突然去世 自己作为一个寡妇 皇帝去世了 自己又没有和皇帝接触 那结局是很凄惨的 要想被后人记住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殉葬 他就以尺白铃 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朝廷表扬啊 很勇敢 自己主动殉葬的 不是被婆的 就会写表彰 表彰 然后自己的家族 还会得到赏赐 封为真妃 活人殉葬制度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实在太过残忍 每个朝代都有人试图废掉这个制度 但是屡禁不绝 据史料记载 清朝顺治朝并没有明令禁止殉葬 而是本着非贫们自决自愿的原则 公元1661年 顺治皇帝突然离世 让真妃下定以死换光荣的决心 于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清圣祖时录里还专门为此进行了表彰 顺治十八年 非懂恶事 当黄考上边之日 胆恩欲之速身 克尽哀痛 遂尔轰逝 特尽明封 以朝淑德追封为真妃 作为妃子就有神牌 就要供奉了 所以成为堂堂正正的主位 尤其是后来 埋葬在孝东陵里面 她成为孝会章皇后 西边这一流宝顶的最尊贵的位置 她已经为自己死后赢得了荣誉